第二传道人传讲圣经时比喻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比喻 是讲到用一个事物去类比或者是描述另一个事物 那么既然如此 这两种事物至少在某一个点上 是有相似或者是相同的特征的 否则我们就无法构成这种比喻 用A的某一个特征AE 去类比B的某一个BE这一点 所以才能构成比喻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那这个牧人的这个意思 就来用我们地上所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事物 牧者 然后去类比耶稣他起到牧者那种功能 当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个里面还包括王的意思 上帝统治我们 不纯粹是放羊看顾照顾等等 王的角度来统治我们 保护我们 引导我们 搭救我们等等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留意的时候 既然比喻它具有这个特性 那我们就要留意 比喻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这两者 A和B之间那个共同点 那个类比的那个点 你要至少你要双息 你要对A要了解 要B了解 免得就是A和B之间对应 那个比喻的那个点不对应 比如说我们对B所要类比的那个点 不够透彻的理解误解了的话 我们用它去类比A的话 就造成别人 因着你对B的错误的理解 造成对A的误解 就像之前我们所谈到三一论的那些类比A 除非你了解到三一论 它的某些特征 我们不用说我们完全晓得三一论的里面的奥米亚 它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负不是子 子不是零等等 位格它们之间是区分的 但是本质上是一的 这个特征的话 那我们在自然界当中 现象界当中 去找这样的被造物的个案 去例子去类比的时候 我们既了解神属性当中这个特征 又要在自然界当中找的时候 就发现没有完全一对一的 又是三区分开来的 又是一的 所以我们看到三叶草 虽然它好像看来三又连在一起 但是问题是 它们不完全拥有完全相同的一 因为这个一是同一个本质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它就不足 包括我们之前讲到那个 水的三种形态 那种在相同的情况下 三种形态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每一个形态 它有它自己的温度 要求的存在的条件 同时具备这三种条件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三一上帝是永远不分开的 任何时候都是同时 以同一位上帝 但是同时以三种存在 样式负子灵存在的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一对一的类比 因此作为讲道人 为了向信徒传讲真理 将用地上的事情 用我们熟悉的事情去类比 去比喻说明圣经里面一些比较晦涩 我们理解起来有距离感那样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要两方面的理解 都要理解准确的 对经文本身你要类比的那个真理 要有深刻的全面的理解 但是另一方面 你要对你生活现实上 类比的那个点也要清楚 而且你要知道 会众充分的理解这个 你要类比的那个点 所以拿这个点去比喻 类比那个某一个抽象的真理的时候 这样才能达到比喻的效果 不然的话就造成扭曲真理 根据我们熟悉的现象 去类比那个真理的时候 结果现象和真理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借着我们印象深刻的 熟悉的这个现象 去错误的理解那个真理 所以作为传道人要慎重用比喻 也要善于用比喻 但是一定要注意那个点 所以我再次强调 比喻既然是某一个点 它不同于其他体材 所以什么寓意 寓意每个细节可能都有意 但是比喻是某一个点 所以你要注重 你在解释的时候 也要不要偏离那个点 跟会众们讲的时候 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某一个真理 但是这一个点的 比如说它的局限性在哪里 和真理哪一方面还没表现出来 你要做说明 免得造成这种不必要的误导 所以在我们的讲道里面 有一些命题式的 命题式的真理 还有就是我们 类似于这种类比的 有的人说我们要 多讲这种类比的 是类比的 比如说什么叙事的 什么神迹 那些比喻 是对我们有帮助 但是类比的比喻 也目的是让我们阐述 这个说明 这个命题式的真理 所以归根结底 我们信什么 你还是要以命题的方式 去阐述我们所信的 对不对 你说耶稣是生命 那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 你要解释 耶稣他的人格 他是真神 他又是真人 这就涉及到成肉身 什么叫到成肉身 然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他作为真人 真神 一个位格 两个本性 神性和人性 那在这样的神人二性 一个位格里面 他如何担当了 这种救主的功能 这个职份 比如说他完全的顺从 顺从里面又包括 很多试探 什么等等 然后他为了我们 定死在十架上 付上死的代价 等等 那我们要解释 他为什么他的牺牲 有那么无限的价值 等等 然后复活 升天 等等 那我们阐述这个福音的时候 其实就在用命提示的真理 当然你要说明的时候 可能就又要举例子 什么比如说一个蚂蚁 一个人要向蚂蚁去传递真理的话 不能用人的话去讲 对不对 蚂蚁和人之间的沟通 肯定是语言系统不同 思想也不同 所以人要成为蚂蚁 进入到蚂蚁当中 用蚂蚁的语言和蚂蚁说话 耶稣基督是神 虽然他造了人 他完全知道人怎么回事 但是他为了迁就我们蚂蚁的 像蚂蚁一样的人的领悟能力 所以就成为蚂蚁 当然他是神 那个本质没有变 他是神 所以他又是神 又是蚂蚁 所以他被死的那个价值 就不是一个普通蚂蚁的 那个生命的价值 而因为他是作为神 付上了这种生命的代价 对不对 阐述可能用类比来说明 但是为了说明命题 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 是命提示的真理 类比比喻只是为了说明这个真理 说明这个福音 所以人听信这个福音 命提示的真理去接受的时候 人从真理里面得自由 得光照 得释放 等等 得医治 这就包含着圣灵的做工等等 那就不管是这种类比 我为什么补充这个呢 因为我们传统当中 我们中国人传统当中 就是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经验 一种感受 一种类似于这种类比一样的 生命的 它不是什么道理 不是知识 所以我补充了这个命题 因为什么 我们讲比喻的目的是为了 说明这个命题式的真理 谈到神的属性的 这都是命题 谈到神的工作 我们也是用命题的方式去阐述 特别是最典型的 就是那种信经的方式 当然我们要阐述 解释的时候 要用类比的方式去解释 帮助人 理解这个命题式的真理 所以重点是 那个比喻点 两个 A和B之间 那个对应的 那个比喻的那个点 一定要我们充分的理解 避免这个误差 用错误的类比 去比喻另一个真理 对应才构成类比 不对应的话 没有办法上构成类比 当然同时 因为你两方面都了解的缘故 你也知道这个类比当中的 一些弊病和局限 你可以适当地去跟会众们 谈到这个类比的局限性 某一个点 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 但不是全部的 免得他们发挥想象力 自己恶补 然后你没有讲的 他跟你讲出来了 就说你是异端 你这个教导 其实你没有讲 但是你没有提醒说明的话 他们自己想象的时候 延伸出来 那个导出来的 可能就错的